那这到底修啥呀 把整个自行车道 不不不 这不叫自行车道 明明是人行车道 人行道 自行车 喜欢在上头走而已 整个人行道都给动了 你看这下面全是逆行的自行车 逆行的电动车 因为这个桥太高了 它如果要是顺行绕的话 得绕两公里 如果逆行的话 能够200米不到 就能绕到这个口子过满路了 本来也是大家 我看最近说都逆行 我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时尚的修罩的 反正平行的说让我熄火也腻 就因为他早晚高峰的时候赶着上班了 多绕两公里就是多少时间 然后我这两公里还有多少时间 我没有去东南亚的感觉很多磨蹭 有没有去东南亚的感觉很多磨蹭 我与东南亚唯一的区别就是东南亚只有磨蹭 中国这是大量的汽车 然后和大量的磨蹭 现在也没这么多汽车 然后那样全是磨蹭 这汽车也有少一点 就我们这边是很多的车加很多的磨蹭 这一项是中国的全都要 之前好像是谁说 对对对 说俄罗斯现在打仗会便宜卖天气给我们 然后说到时候搞我们管线 又从俄罗斯便宜了 出气给我们了 说新冬元到时候该多了 说新冬元多了的话 俄罗斯的气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 我们之类就该富裕了 哎呀你没看那个要吸取之前 那个把那个煤炭 那个降低那个那个产能了 然后结果又遇上新冬元有的时候 他不稳定啊 就是又赶上旱灾呀 或者是水灾呀 或者什么天那个太晒了 或者太冷了 就是那个风能 或者风也不大什么之类 就是刚好赶上一年 那个新冬元不行的时候 就也麻了 然后所以就是先以后破 就是先宁愿才富裕几年 然后再根据市场调节 慢慢的把需要一些监产能的减量 那个再没有搞富裕全部都可以转轨的时候 和牛园全都要 因为你不压新的路径 就是中国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 它市场大嘛 它只要明确了 比如说要搞新冬元啊 我不管你是清能啊 太阳能啊 风能啊 水电啊 还是什么潮吸能啊 空气能啊 还有什么风电 太阳能 就是什么水上太阳能 什么烂糕的 他那个各种 他他他对对对 他自己的生物已存 生物柴油 什么烂糕的 他不给你压这个技术路径 因为你这个是很难懂清楚 到底哪个是最终 最终比较合适的 他就只要是新能源 他都投都出政策都鼓励 反正全搞起来搞吧 搞最后富裕了再竞争 市场竟然会调节出来 最后是最合适的 他只需要老子全都要就行了 他不怕那个做多了以后怎么着的 反正中国人多嘛 就无所谓 我听说他因为他们经常那个水果什么 富裕了 然后就全部买过去给军队吃什么的 不也是这样 就是说他可能人少 他就就会比较那什么 但是如果你像中国这样人多 就无所谓 就每个人多吃了个夹餐 他人少可能就非常顿顿吃了 人多就不怕 就你14亿人也处同样的产能 中国不就最怕人均吗 就是你看绝对产量啊 那个总量啊什么都很高 你一人均就啥都不是 你看你这个 这些是一种富裕产能 也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那天还挺感动的 我看到那个海花岛啊 现在就是有一个那个小树TV的博主 他说去实际看 现在海花岛人住的可多了 以前也是个鬼城说实在的 我当时去旅游去海花岛住 我靠没墙了 那就去冲海 老谈